媽媽 我要和奶奶 不要用力 沒事 冷靜 媽媽補胃母乳 真是一項艱困的任務 一方面要擔心奶水不足 寶寶吃不夠 另一方面要擔心奶水沒有 即時排空 會乳腺鹽 乳腺鹽其實是對媽媽而言 是非常困擾的 其實乳腺鹽最主要是說 媽媽在補胃母乳的過程當中 可能乳汁便沒有完全排乾淨 那或者說它清潔護理情形 並不是很好 那基本上你平常呢 可能要多做按摩 當乳腺鹽發炎的時候很痛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冰敷的方式 讓它減輕疼痛 但是千萬不要放棄補胃母乳 因為補胃母乳的話其實可以減少乳腺鹽的發生 這邊這邊這邊對 那如果發炎了應該要注意哪些事項呢 盡量不要吃會引起發炎的食物 要減少發炎反應的話呢 可能蔬菜水果還是不能少 因為蔬菜裡面一些植化物 那這些植化物呢 能夠減少一些發炎的產生 我們吃好多好多了耶 很近很近很近 好有有有 給你會給你會給你 對做好做好 媽媽真辛苦 既要擔心乳腺發炎 又要擔心乳汁不足 又怕吃太多身材無法恢復 今天就來介紹一道熱量低高營養的發奶餐點吧 今天要介紹的健康發奶餐 需要的材料有 雞腿一隻 可以先切小塊 汆燙 山藥四分之一根 毛豆一碗 板豆腐一塊 蔥花適量 準備好材料就請營養師來示範吧 做月子媽媽其實最擔心 母乳不夠怎麼辦 所以今天叫各位媽媽健康發奶餐 利用一些比較能夠幫助我們發奶的食材 當然呢 這個餐裡面蛋白質也很重要 因為好的蛋白質才有好的母奶呢 所以呢我們選擇雞腿 我們用雞腿肉 那雞腿肉呢 我們先稍微要汆燙過 這已經是汆燙過了 我們先把它放下去煮 讓它入味來 接下來呢 我再放哪些能夠讓我們有發奶的食材呢 其實這個非常重要 這是山藥 山藥呢 裡面含什麼成分 裡面含所謂的DHEA 它能夠幫助我們製造荷爾蒙 那也能夠幫助我們發奶 好 山藥把它切成小塊 當然呢 你山藥呢 你也可以選擇 如果說你沒有山藥的話 你可以選擇中藥的淮山 也是一樣喔 它有同樣的效果 接下來呢 再教各位另外一個發哪個非常好的食材 就是黃豆 那有時候黃豆你會覺得比較麻煩 那另外呢 黃豆還沒長好叫做毛豆 毛豆也是個很好的發奶餐 因為毛豆呢 裡面含很豐富 此激素之外呢 葉酸含量也很高 所以對媽媽而言的話呢 也可以製造比較好的乳汁 那也可以幫助你發奶 那基本上呢 山藥跟毛豆比例是 毛豆是1 山藥2 1比2的比例 因為我們希望它的顏色比較漂亮呢 而且口感比較好 我們可以放點香菇進去 那裡面呢 一樣我們可以放點 比較好的BETA胡蘿蔔素 讓它顏色比較漂亮一點點 發奶食材呢 除了毛豆之外呢 像花心也是 豬腳也是 這些都能夠幫助我們發奶的食材 那基本上呢 發奶的食材是因人而異 大部分是蛋白質含量比較多的 那水分也是發奶一個很重要的食材 像喝豆漿也是個方法 喝鮮奶也是個方法 在西方國家呢 他們發奶就喝鮮奶 那東方國家的話 可能豆製品就是很好的發奶食材 好 我們把毛豆放進去 讓它煮一煮 那如果說你們覺得說好麻煩喔 這些要煮很久的話 另外一個最簡單方式就是豆腐 像味噌湯也是個很好的發奶食材 發奶食材是真的是因人而異 有些人喝了之後有幫助 有些人喝了沒幫助 但是有幾樣東西是退奶 大家要特別注意 就是麥芽 那外面有賣一些黑麥飲 有些人一吃到麥芽就會退奶 那有些人一吃到韭菜就會退奶 所以大家要特別小心 像這些退奶食材就盡量不要碰 那有些人呢 可能吃一些膠質比較多的東西 也能夠幫助發奶 譬如說像雞爪 有些人就是吃了之後就會發奶 所以基本上 要發奶一定要水多 然後呢一些所謂女性荷爾蒙 稍微多一點的東西 比較能夠幫助我們發奶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再把豆腐放上去 然後呢 我們加一點點鹽巴調味 好 我們最後呢 再撒一點蔥花下去 讓它比較有味道 我們再讓它煮入味之後呢 就是我們很好的這個 健康發奶湯 好 我們這樣煮好了 OK 我們就可以盛盤了 這道料理你也可以做成素的 不要加雞腿 一樣都可以 所以對吃素的媽媽們 也是個很方便的發奶餐 那記得 水一定要多喝 所以發奶餐基本 一定要湯多 湯才能幫助我們發奶 好 這就是我教各位 很簡單很好做的 健康發奶餐 完成囉 這道簡單又健康的料理 很適合不入期的媽媽 外表平凡的豆腐 含大豆蛋白以及卵靈脂 卻不含膽固醇和脂肪喔 口感綿密的山藥 富含礦物質以及維生素 還可以調節女性荷爾蒙 而咀嚼起來 口中會有濃濃香氣的毛豆 營養價值也很高 這道清爽的健康發奶湯品 簡單不複雜 熱量低 營養卻很高 要不入又怕吃太補的媽媽們 一定要試試 提醒媽媽們 發奶食材迎人而異 可以多試幾種 看看哪種對自己最有幫助 記得喔 要促進乳汁奔蜜 一定要多補充一些 湯湯水水的料理喔